土瓜灣是內地旅行團熱點之一 自從去年全面通關之後 多次出現內地團迫爆社區的問題 五一黃金周首日 雷監局派員去土瓜灣維持秩序 不過中午現場體就未見人潮 有專型團餐的食肆開門接待旅行團 陳小姐剛剛到執 將會在香港和澳門各玩兩天 除了吃飯 在附近的藥房都花了大概6000元 買藥物送給親友 我兩人是1980元 總之是不包機票嗎 機票不包 我們就是吃跟住 兩個人1980元 部分遊客吃完飯在店外 等導遊和旅遊巴接載 有來自武漢的遊客 都打算留兩天香港之後去澳門 預計整個行程花費幾千元 迪斯尼 今天下午去海洋世界 是第一次來香港 第一次 覺得怎樣 香港 還挺乾淨的 旅行團減少 鄰近商戶的生意都被受影響 有約商店店員表示 這一日生意和平日相約 他希望政府可以放寬旅客限制 吸引更多遊客來港 交換 今次來香港 い近賊 39 都 海洋